哈囉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FB新鮮是我們今天過年時間 所以帶著大家來做甜點 來 辯老師先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過年到了 我們一定要跟過年的主題有關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我們今天做雪媚娘 雪媚娘喔 所以它是以水果為主就對了 我看到這麼多水果 你應該會心裡面會一直想說 為什麼過年要做雪媚娘 跟過年有沒有關係 是不是有個故事 那個女主角叫雪媚娘 不是 因為她的名字叫大福 對 所以過年我們要送人家是送什麼 送福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大福 送人家大福 所以雪媚娘又叫大福就對了 對 好 那我們大福是不是有很多口味 對 傳統的話它就有紅豆 然後還有我們的草莓 我們的草莓 然後它就是我們今天的為大家介紹的是 因為過年大家很忙碌 不可能你還在蒸那個過年 雪媚娘的皮對不對 不用 買現成就好回來加工 很方便 大家想像如果過年的話水果有 我們的有草莓對不對 對 然後如果四季 平常在做的話 那我們奇異果是平常都有的 還有葡萄對不對 葡萄 對 然後呢 因為考慮到大家有小朋友 那我們還加了巧克力 加進來的時候小朋友 不管搭人小朋友都很愛 對 好 那大福它是不是用麻糬啊 對對對 麻糬類的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做成一個麻糬的皮 然後再加這些原料 就對了 對沒有錯 那非常複雜對不對 不會不會複雜 因為 這樣講的話我可以 材料行我可以代言 因為沒事的話去材料 因為我家裡小朋友 所以呢 就是很快速的 把安撫小朋友要有一個DIY的 所以我不斷的去材料行買一些現成的回來 然後稍微加工一下 一下子就有出來一個倒點心了 而且呢 爸爸媽媽已經很累 上班回來了 你還要再弄什麼 不用 去買現成的回來加工就好了 對 就像這個 我們就是買好它的皮 不用再蒸了 所以這個叫什麼 奶雞皮 雪妹娘的皮 雪妹娘的皮 殘養就有在賣 對 OK 好 那我們一定要做的是 奶油 奶油的話 我們可以先把它打發 來 我們用的是植物的 植物芯的奶油 所以這是用奶油粉 沒有 它是奶油 植物芯的 鮮奶油 倒出來就是這樣就對了 對 植物芯的奶油 對 植物芯 因為植物芯呢 你打發的時候 它不容易消 消下去 消下去 對 而且味道還比較好吃 比較濃 比較濃 比較香 那動物呢 大部分動物就是我們拿來做其他的糕點類 所以是植物性的奶油 對 植物性 我們在做蛋糕啊 上面都會用植物性的 那糖類呢 我們要加多少 都不影響 就是 因為考慮到小朋友 也要吃 奶油如果你沒有加糖 味道會不好吃 對不對 太噁心 對 所以我們加一點糖 糖加多加少不影響 就是看我們自己 既想要多 那我們就加多一點 想要少 那我們就加少一點 不影響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打發 所以這個就是一般的那種攪拌機 家用型的 對 這個家用型的 對 然後我們就要打發 有沒有看到現在它已經打發了 然後你這樣子 對 然後你現在是 你這樣子生開 它就會有 所以你是看狀態不是看時間 對 不看時間 就是看它這樣子硬硬的 就好像我們吃蛋糕的奶油的 對 有點稍微固態 對 就是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 好 那如果沒有這個機器 可以用手打嗎 可以 只是很累 呃 攪拌一下 順便減肥一下 你看喔 這樣子我們的奶油 就是這種濃稠度 濃稠度 對 因為打發打硬一點 然後 呃 跟大家講一個秘訣 你要怎麼打發呢 我們打之前呢 我們就要把奶油放在冷凍 所以比較好打 對 哦 奶油倒出來之前先冰就對了 對 我們就先放在冷凍 然後再拿出來打 會比較好打 而且它不容易消化 還是一樣要冰喔 因為你沒有冰它 還是一樣會消下來 那現在呢 我們就會 放進去我們的 那個袋子裡面 就等一下要用了 對 等一下我們要用 那需要先拿去冰嗎 哦 用完了的時候我們就拿去冰 因為我們做好了時候就馬上就可以 就申請那個回事了 好 好 那首先呢 我們要不要先包一個原味 哦 所以這個 加這個包起來就變原味大皮 原味的話我們就用紅豆 只有紅豆 那我們這個是雙心口味 這是現在年輕人呢 要吃 對 喜歡吃奶油 哦 所以我們是把這個袋子擠出來就對了 對 好 那像這個大福的皮啊 它是不是有很多品牌 還是 對有很多品牌 然後就是你看你自己習慣的就對了 啊大小都差不多這樣子嗎 對對差不多 差不多 對差不多這個 所以它買的時候就是冷藏的狀態 冷凍 冷凍的狀態 對 再退冰就來冰 對 那我們現在手套戴起來 好 那聽眾朋友看我們的影片有興趣 應該我們youtube也有很多教學影片 應該蠻多老師在教 對很多 然後也有很多老師教的很詳細的 是 對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是比較簡約版的 對 因為真的很詳細你可能就要上那種線上課程 才會很仔細 對 那今天應景一下介紹一下大福 接下來我們現在做原味的 原味的話我們就要紅豆 那把紅豆餡 紅豆也是買現成的 嗯 比較緊一些起來 紅焙材料好像也有賣 有 有賣 然後大家買的時候買軟一點 然後有顆粒的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顆粒的紅豆的 它有分 紅豆餡有分喔 硬的 軟的 然後有顆粒的 跟沒顆粒的 就是看你包的東西不一樣 對 不一樣 選擇材料也會不一樣 對 那我們大福就是要選硬一點帶顆粒 軟一點有顆粒 軟一點有顆粒 對 軟一點有顆粒 來 那我們先把我們的草莓包起來 這個你一般你會不會秤重 還是你的經驗就可以大概抓差不多 如果你要賣的那一定要成 如果在家裡吃的話就是 隨便 對 隨心一點 開心就好了 那我們就拿我們的皮 放在我們的有一個容器一個碗 這樣子 所以把它弄得很圓就是技術就對了 沒有沒有就是把它 對啊要包起來很圓 對放進去 那像我就跟你有差 沒關係就包起來它就圓了 好把它扶起來 把它包滿 包滿 再加一點 這個很像我早餐去買那個飯糰 飯糰 它包到最後上面會有一點點開口 它就會再用一點米把它蓋起來 對把它蓋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放下去 喔所以還要一個碗放下去 對放下去 然後這個把它包起來 撕個口把它 直接硬捏 對捏起來 不用折幾半 像那個小籠包一樣 不用不用不用 就把它包起來就好了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包起來 就全部包起來 喔就硬把它擠在一起 擠在一起然後把它轉過來 好 它就變圓了 來 可是為什麼你捏得起來 我捏不起來 為什麼差那麼多 來來來 這樣子 不要有空氣 喔你的太小顆了 大顆一點 因為它裡面 飽滿 對不夠不夠 再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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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福嘛 就是要大大的 哇 所以它還有一定的分量 對 把它包起來就好了 所以外面 賣的大概也是 我們包的這個尺寸嗎 很大很大 比我們這個還會大喔 是喔 對 我以為現在的甜點 都流行那種越小越精緻 沒有 就是大福就是很大 然後就是蓬蓬的 滿滿的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在我們盒子裡面 冷凍 冷藏 冷藏 冷藏就可以吃了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就是那個草莓口味 這樣 就完成了 完成了 是不是很快 好快喔 太快了對不對 不習慣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做奶油口味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成品 紅豆草莓大福 對 然後一般就是冰冰涼涼就可以吃就對了 對冰冰涼涼就可以吃了 我們做完的時候馬上就可以吃了 喔 所以很快吧 好 好那我們現在把那個皮先準備好 先來換口味 換口味 對 換口味 可以綜合口味也可以 來這個給你 好 你就把我們的奶油 奶油 對先擠奶油 先把奶油 那就是擠進去包起來就好了 對 就完成了 可是它應該更難包 因為它中間沒有草莓那顆 很軟 很軟 對很軟軟的 好 我們先放著 那我們現在把它撒 巧克力 喔 巧克力 這個好吃喔 巧克力粉也是現成的 這個是我買那個 那個濃度最高的巧克力 然後我自己切的 喔 所以它是一大塊 一大塊我切的 嗯 把它先稀一點 就是刀子這樣切的 對那些碎碎就好了 嗯 巧克力 把它變成巧克力粉就對了 對 OK 好 保留它有顆粒的顆粒的 搖下去才好吃 脆脆的就對了 對 那我們現在把它一顆 我們的 葡萄 葡萄 對不對 有什麼水果 像什麼鳳梨也可以加 然後 所以葡萄就要找那個 不用去皮的對不對 不用不用 喔 這個葡萄又帶奇異果 草莓要不要 這再來一顆吧 包得起來 就包起來啊 就變成大顆啊 中口 對 反正大福嘛對不對 讓它們大大的 然後再來 再來 對 因為那個 好 包得來圓圓的 好 OK 這樣子 來 我們就先把它四個口 四個口 先做四個口 先捏四個角 對 四個角 對 然後把它這裡 把它捏緊 捏緊 邊邊的再把它捏上來 對 拉上來 就是另外四個角 嗯 然後慢慢慢慢上來 緊緊的 然後這樣子把它抓 做讓它緊 用力捏 用力把它捏緊緊的 對 哇 你這顆很大 哇 這個一顆就飽了 對啊 你看 我還以為現在的趨勢都是小小的 因為大家都怕那個熱量太高 沒有 大火一定要大才好 對 就是 鋪系嘛 大大的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 這裡 我們的 所以今天這樣就有兩個禮盒 對 很快吧 這個可以跟小朋友 來 來 我這顆有點變形 因為好像塞太多了 沒有沒有 沒有捏緊 把它做緊一點 做緊一點 捏上來一點 它就會膨起來 對 這樣子 把它做緊一點 它就膨了對不對 對 這樣子 好 來 我們就把它 對 這樣子我們就 你看喔 那個比較小 這個比較大 對 大的 看起來比較有膚系 蓬蓬的 那小顆的 它就會 就看個人啦 如果你喜歡吃小顆 你可以 做成小的 可是 可以 可是這樣一切就變四分之一 會不會太小 對啊 就變成太小 所以還是算了 還是時間讓它 沒有就大一點 然後一顆可以 兩到三個人吃 或是四個人可以一起吃 對 可是大幅不好切吧 沒有 就切開啊 切開就可以吃了 可以啊 是冷藏它會稍微硬一點就對了 欸 它就是這樣子一邊吃 你一邊吃 它就軟軟的 跟抹雞一樣 它會軟軟的 用湯匙然後再來吃 嗯 就切開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這樣子 好還是可以切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很方便 又很快速 對 所以什麼料都可以 有沒有什麼口味不能混在一起 以你這麼多年的經驗 就是不要有燙燙水水的 哦 對 不要有水分的那個材料其實都可以爆 就會讓這個皮爛掉對不對 爛爛的 它 口感就變炒 對 它水它就會跑出去 而且你那個酸的水果跟甜的水果混在一起 是不是很怪怪的 你如果將鳳梨跟草莓如果混在一起 是不是就會 不要啊 因為它有奶油 有稍微有帶點甜的 嗯 然後又有小顆粒的 所以吃起來就很滿 滿多層次的 哦 就不會那麼絕對的酸就對了 對對對 你不要把芭樂那麼硬的把它加進去 那是不合了 因為芭樂太硬了 然後還有木瓜 是 太爛了 對對對也不太行 那你個人有沒有自己最喜歡的獨特的組合 你最喜歡組合什麼 我喜歡的組合就是有一些就是奶油 然後加一些小顆粒 然後一些水果不要太甜 把它綜合起來 就不要太甜 你看我故意把它那個 像葡萄太甜我就不太喜歡 可是我喜歡擠一股酸一點 微酸就對了 對微酸的 然後再把它那個整個綜合起來 試起來不會那麼膩 對 那你有沒有試過很多其他的水果 像火龍果現在就季節 火龍果 而且紅紅的是不是也很喜氣 紅龍果 你馬上吃可以啦 不能放太久 可能是有點水分 對不能放太久馬上吃可以 我上次去日本有試過 它也沒有放火龍果 可是要放白色的 不是放紅色 對 那一顆裡面它有放很多水果 裡面其中有火龍果 白色的火龍果 對 那這樣講那個夏天芒果也不行 因為芒果你切掉它就稍微有點爛 就不像我們那個 這麼顆粒這麼 稍微太爛 所以選擇水果 對選擇水果選擇 我們要看一下 像如果是你今天你要做香蕉 那你巧克力可能放多一點 因為香蕉軟軟的 那香蕉跟巧克力的話 整個搭配起來會比較好一點 對好一點 香蕉巧克力常聽 對對對 比較好一點 不會是吃起來就覺得很噁心 對 因為奶油也軟 然後香蕉又是軟太軟 全部軟就很噁心 所以要有點軟的有點硬的 對要有點硬的巧克力這樣顆粒下去 把它整個中和起來 對對對 所以我們這樣大福就交完了 然後就是把它放冷藏 稍微冰一點好吃 然後客人來 對就可以拿出來 那一般它保存期限 像我們這種 像因為它有新鮮的水果 我們大約就跟大家講說 大概三天內就把它試一試 而且因為它很快嘛 然後客人來你再抱不用多 最好是那個一兩天內就把它試 因為它新鮮的水果 我們沒有煮過也沒有用果醬 除非你今天要冷凍 冷凍的話你不要用新鮮的水果 它就不會有退冰了酥水的問題 那可以用那個Oil的餅乾 我也以為用果乾 也可以 如果要放冷凍的話 就不可以用新鮮的水果 有一些水果可以放 可是你吃起來呢 退冰了新鮮的水果 跟退冰的水果 吃起來那個口感就不一樣 我覺得就是浪費了 如果你要新鮮的水果 你就是冷藏吃 對 如果你要冰很久 你就不要用新鮮的水果 是的 你就可能用一些果乾類的 或是有一些Oil Oil麵乾 都有一些其他的食材可以代替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有興趣歡迎追蹤 我們變老師的粉絲頁很多教學影片對不對 你的影片還更多呢 都是明星的 好 我講到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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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